大家都说这次人民币贬值方面 是在对抗美国的一些关税的一些状况 但是我们从两个几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说这或许是双方的一个默契 因为第一个你要克我的关税 还要抵抗我的2025 4.0 那我未来经济一定会硬着路 那我硬着路的话怎么办呢 所以人民银行从今年的三四月份开始 就一系列的大关松 他就不管你反正一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率降 然后再来就是SML 还有逆回购等等开始一直做 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内外双肩 因为对内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传出来 台湾去做互联网都跑了 很多私募基金也是失联的 那大陆如果说讲这个公式失联的话 一定是跑路 那有一个集团的负责人 突然在法国旅游突然跌倒了 突然摔死了 这种整整的状况都是针对中国大陆 国内他本身企业债 或者是他本身的这个泡沫化的这个问题 开始清理 好比说房地产的盆改 盆改就是说我盖了先房子之后 我不给你房子 然后给你现金你去买 这个机制也要取消 那种种的这个迹象看起来 这个中国的背港威胁 所以开始呢对内 他没有开始去对外去开火 对外只是应付性的 反正你刻我多少关税 我就给你多少回报这样 那所以说美国觉得你根本就是非常的软弱 那可是呢一方面他觉得 他要进入一个金融大国之后呢 一定要先肃清旧宝湖 旧宝湖就是金融不良债钱 金融不良债钱呢 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呢 达到最高峰 引爆当时的上升股价指数是6000点 现在是3000 现在不是3000多 现在是2000多点 那次后的这个引爆呢 不管成立了多少资产收购公司呢 还是没有办法喝足 好那就调这个郭肃群呢 从山东呢调到这个一行两会 一行两会之后 现在呢在砍 大刀扩五在砍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我认为说 它是制度问题跟政策问题 不是市场问题呢 因为所引发的这个企业 再来倒闭的大概只有200多亿的人民币 这个规模呢毕竟是不大的 所以说我认为我会认为 美国是允许中国大陆 去用这个Z曲线理论 Z曲线理论是贬值跟升值的效果 一定是在半年后一年之后才会发生 中国现在去WTO申诉 说美国有很公平贸易的 这个大家的协议嘛 那WTO的主席回了一个喊 就是中国现在他认为市场准入的 这个比别的国家还严格 他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遵守 WTO精神啊 那川普也放话说如果 中国不应该面对贸易公平的问题 美国退出WTO 这个美国也放这个话了 所以你最近研究 从WTO的机制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他已经大概WTO有一些空前未有的挑战 你怎么看 确实如此 我想先破题刚才这个社长问的问题 这个我会这样子形容 我们现在正在目睹中美世纪大战的第一幕而已 这只是开场 因为简单说习近这个川普上任之后 美国对中国政策进入了一个分水岭 在过去就是刚才社长提的 就是透过合作 透过带领他进入这个世界经贸体系 让他富裕起来 用这期望说中国会朝向市场 会更多民主 可是川普上任之后 事实上这个两党共和跟民主两党渐渐有共识 就是说我们要 美国要承认过去30年这样政策是错误了 这个这条路行不通了 接下来我们可能是要用对抗 用压抑 用拘束 用惩罚的方式 来跟中国相处 那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其实川普过去已经有这样思维了 那现在有更多的这些幕僚 把它非常具体变成一个战略的策略出来了 所以简单的说 美国大概有两个部分他要进行 第一个就是他要消除压抑中国威胁美国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不仅仅是在贸易上 还在科技上 还在人才上 还在全方位上面 第二个是他要去改变 美国认为说现状是对美国有利 可是现状的规则是停留在过去30年前建立的条款 那这些规则已经没有办法 因应